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说 川普政府今年早前曾经考虑 把华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 这一计划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重启 一旦实施 华为将被禁止接入美国的金融系统 无法完成任何美元交易 其在美国持有的资产也将被冻结 该计划被美国官员视为制裁华为的核选项 以交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 并举行了跨部门讨论 但最终将取决于华为事件未来的发展 除了金融核选项 路透社11月29号还引述消息人士说 美国政府还考虑出台新规 进一步收紧对华为供应商的限制 虽然美国已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要求所有美国原产产品 以及使用美国技术超过25%的外国产品 在与华为合作之前 都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 不过华为的部分供应链至今没有受到影响 例如台湾台积电表示 其产品美国技术含量不足25% 因而继续向华为提供关键的芯片 路透社引述消息说 美国商务部等机构正在考虑修改 最低含量计算准则 专家指出 全球5G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 而美国不少盟国因为经济考量 漠视华为的风险 促使美国多管旗下遏制华为 这将会给予中国共产党的能力 制作核心的核心 制作核心的核心 和国家的核心的核心 和公共产党的资源 实际上是由中共来控制 全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进行命脉 这个绝对自由社会 不可能接受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出来 它好像其实是要把这个 华为置于死地而 所以它的国家战略 国家安全考量 它可能必须这样做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导